在正大洪山因为蒋中正被视为名誉校长 可以看到他起码同像 不过现在要在大学看到蒋公的同像非常不容易 想加速去维权化象征 内政部鼓励学校拆除蒋公同像 在教育部也有补助 为推动大学转型正义教育 每岸最高补助30万元 包含办理校园维权象征 移除后的空间重建复原 以立法委员的角度去推行可能比较合宜 不要把政治力介入校园 扯到金钱方面的补助的话 有可能是变相的去鼓励学生 去支持一个意识形态的树立 同学持不同看法 认为利用师生来做促转吗 因为细看教育部推动计划 对象包含大专院校师生 传递转型正义价值文化 而申请单位可运用政治档案 进行学术研究 或是利用读书会 为定义等多元形式推广转型正义 请教一下什么政治档案 对不对你今天民进党上任之后 也非常威权 花人民纳税钱 给小孩子洗脑 立委质疑难道是以解散的促转会 利用教育部借师还魂吗 不过学者点出这关键 当然是希望说 这样的一个转型正义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团结 社会的和谐 而不是说要去斗争过去的 一个威权的破坏者 转型要正义非批斗过去 怎么抿平历史伤口 就在于如何真正落实 铁别新文化最新年轩台北差不多